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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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定 不安定 我心里 不安定 我心里 不安定 不安定 洒荡 虽来起 终是连 虽来临 担忧 主美真 在我心 基督已看清 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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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 等你 等你 我心里 等你 等你 未看我中罪 全定在世家上 每年似忠心 即幻常 主的我中的 可奇妙的恩情 赞美住我心里的你 我心里的安定 我心里的安定 的安定 求助快再来 是星星的情节 我心里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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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定 家人们平安 欢迎来到 晨星时光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今天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领受你的话 让你新鲜的高游 你的灵来充满我们 因你的话 让我们得饱足 喜乐平安 让我们遵循你的话 进到你的心意的里面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妹 今天的经文是在 以西节书15章1到8节 每言的主题是 当葡萄树失了功用 1到8节我来读 耶和华的话 领导我说 人子啊 葡萄树比别样树 有什么强处 葡萄枝比种树枝 有什么强处 其上可以取木料 做什么功用 可以取来 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 看哪 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 火既烧了两头 中间也被烧了 还有一余功用吗 我安全的时候 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 何况被火烧坏 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种树以内的葡萄树 我怎样使他在火中当财 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 我必向他们变脸 他们虽从火中出来 火却要烧灭他们 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地土荒凉 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在圣经里面提到葡萄树 花果树跟橄榄树 这三类树种都是地中海型气候 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最常见的经济作物 那上帝也常常用这些树来代表以色列 今天的经文讲到葡萄树 以赛亚树里面有提到葡萄园之歌 那圣经新约的约翰福音 耶稣甚至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我父是栽培的人 所以在这里葡萄树是用来比喻以色列人 那以西节诸里面的葡萄树 上帝要透过这个来跟以色列人 跟我们说什么呢 第一点叫没有用的葡萄树 没有用的葡萄树 二三节说 人子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 葡萄树比种树枝有什么强处 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 可以去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 上帝直接劈头就问了 葡萄树的优势是什么 它有什么强项 跟其他树比起来 葡萄树枝有什么强处 它有什么用处呢 它可以拿来做盖房子做建材吗 还是可以拿来钉在墙上做挂钩吗 这个问题实在太直接 因为葡萄树枝的特色就是又软又弱 有买过葡萄的都知道 你去洗葡萄啊 一折就断了 我们常常葡萄一挂挂起来不小心 太重就断了 所以葡萄树枝因为太过软弱 所以在种植的时候 它必须攀爬在其他的木架上面 它才能成长 所以葡萄树枝的特色就是 它什么都不能做 它不能做建材 它不能做挂钩 跟其他的树木树枝相比 它软弱的可以 它一无是处 完全没有用处 好了不止如此 四五节还说 看哪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 火即烧了两头 中间也被烧了 还有一余功用吗 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 何况被火烧坏 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 葡萄树枝已经够软弱了 现在更惨 还被火烧 加上丢在火中当柴烧 树枝两头都被烧了 只剩下中间余剩了一点点 甚至连这个余剩了一点点 也经过火烧 这样的葡萄树枝 是无用中的无用 软弱中的软弱 原本已经够不合用了 不好用了 现在更加用处 毫无用处 亦无是处 六到八节说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种树以内的葡萄树 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财 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 我必向他们变脸 他们虽从火中出来 火却要烧灭他们 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地土荒凉 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一段葡萄树的比喻 是透过先知 上帝透过对先知的发问 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 葡萄的两头被火烧毁 这有点在比喻 一个是北国 一个是南国 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 南国被巴比伦所亡 如今苟延残喘 送下中间的那一段 也要遭遇上帝的审判 火要烧毁葡萄树枝 上帝要向他们变脸 上帝将使耶路撒冷被毁 地土荒凉 其实无用有用 重点不是在于我们 这个人有多少恩赐 才干跟能力 有用无用 以色列人变为无用 是因为他们悖逆上帝 他们犯罪悖逆上帝 那无用的葡萄树 本来他们要照着上帝的话语 遵行上帝的话 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 他们才成为有用的葡萄树 等一下我们会讲 什么叫有用 如今他们不遵上帝的话语 他们硬着心悖逆上帝 他们顺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以至于他们被审判 他们被火烧 他们这样犯罪悖逆 违背上帝 违背上帝 没用的葡萄树 命运的结果就是被火焚烧 一无是处 这个叫没有用的葡萄树 亲爱的家人 我们是不是认知我们自己 葡萄树枝没有用 我们除非连结 等一下我会讲 除非我们有一个上帝 对我们生命的用处 照着这个用处而用 我们才会有用 否则那个树枝不能当建材 那个树枝也不能当做挂钩 亦无用处 跟种树比起来毫无用处 无用的葡萄树 结局就是被火焚烧 让我们认知自己的无用 围在上帝的手中才为有用 围遵循上帝的话 走在上帝的话语的里面才能有用 所以我们第二点来看 有用的葡萄树 刚刚我提到 有用或没用 重点在于有没有连结于上帝 我们这个人是软弱的 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 我们亦无用处亦无是处 我们好像葡萄枝子 如果我们没有连结于上帝 这个葡萄树枝的只是废料 以色列没有自知之明 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我们要挪开我们里面的蒙蔽 生命当中蒙蔽 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要认知 没有上帝我们亦无可用 亦无是处 有许多人 我们自夸自傲自己的能力 我们以为自己有什么 今天早晨让我们 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让我们知道 有用无用 在于连结于上帝 回到上帝的面前 有用无用 重点就在于 有没有结果子 结果子 葡萄树枝的功用 不是在做建材 也不是在做钩子 葡萄树枝的功用是 连结于树 而结果子 没有人要用葡萄树枝 做什么的 对不对 当我们现在有很有名的 色香葡萄 巨峰葡萄 那么肥美 那么圆润 那么的好吃 我们是要那个果子 不是为了树枝 没有人会在意 那个树枝怎样 树枝的功用 就是跟整棵树连结 连结于树 整个的养分 让整个葡萄 结果子 所以树枝 葡萄树枝的功用 有用 就是为了结甜美的果子 求主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上帝面前 我们要成为 有用的葡萄树枝 我们的生命 要结什么果子呢 我们要连结于葡萄树 就是连结于神的话 连结于神的灵 连结于树 我们才能结果子 结出生命的果子 结出福音的果子 所以求主也使用 我们中间每一个家人 让我们连结于树 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 生命的果子是什么果子 圣灵的果子就是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止 我们这个树枝 一无所用 唯有连于上帝 什么叫连于上帝 我们爱上帝的话 读上帝的话 我们领受神的灵 我们与天父连结 在神的爱中 我们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 遵行上帝的话 我们的生命自然就会 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听从上帝的话 遵行上帝的旨意 去使万民做主的坟土 结出福音的果子 我们就结出甜美的果子 这样的葡萄树枝就是有用 求上帝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首先我们要认出我们自己的无用 就好像刘牧师常常鼓励我们 我们现在建堂完成 刘牧师常常说 这个夏凯纳建堂跟他 跟师母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他知道他的无用 他知道一无所用 一无可用 但是唯有他连结于上帝 上帝就使用他 完成上帝的心意 亲爱的家人 上帝有心意要在你身上工作 上帝创造我们 我们的生命是有神的命定的 我们的生命是有神的使命的 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使命跟命定 是要结出果子 让我们结出福音的果子 跟生命的果子 让我们成为有用的葡萄树 我们是软弱不堪的 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 我们原本一无是处 一无可用 我们的生命没有用处的 但是当我们这个树枝 连结于葡萄树 连结于神 我们就能结果子 也鼓励我们每一个亲爱的家人 让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不要错用跟误用 我们的生命 我们把这个树枝拿来做建材 我们把世界的用处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把这个树枝拿来做钉子 做挂钩 结果是什么 一无是处 一无可用 结局就是毁灭 被火焚烧 求主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让我们认知 我们是没有用的葡萄树 我们没有用 但是我们连结于上帝 我们就可用 就有用 让我们成为有用的葡萄树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结出属神的 属灵的果子 让我们在上帝的里面与他连结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绝书 今天早晨 我们邀请你 欢迎你 谢谢你 让我们爱你 可慕你 让我们成为有用的葡萄树 让我们知道 认知自己 一无可用 一无是处 我们不是连于世界 而是连于你的话 连于你的心意 遵行你的话 主啊 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 让以色列人的命运 从我们生命的见解 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不堪 以至于我们来寻求你 以至于来到你的面前 今天早晨特别要对我们中间 有一些我们的家人 我们渴望在跟神的关系当中 有更深的连结的这样的家人 今天上帝要对你说 我要使用你 我要使你连结于你 我是葡萄树 你是枝子 在我里面的 我就使他多结果子 祝福我们中间 这样的弟兄姐妹 这样的家人 让我们在神的爱中 连结于他的心意 与至于我们 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能力 结出生命的果子 结出圣年的果子 结出福音的果子 为神大大使用 谢谢你 你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